西洋大人 每天高的你好天氣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湾附近持续是东北季风的环境 雪气又比昨天更少了一些 大台北东部地区局部雨量仍然稍多 而且有短暂雨的机会 西半部地区普遍是多云到晴天气 午后中南部山区仍然有局部的短暂震雨或雷雨 地区以及时间上的天气差异仍然相当明显 气温方面环境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但由于水气偏少 西半部地区的辐射冷却变得更强 各地郊区低温普遍在20到22度 最低温则是出现在苗栗公馆的19.7度 明天到周六东北季风的风速减弱 但依然维持着东北风向 水气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 预估连迎风面地区的天气都有转好的机会 各地普遍都是多云道晴 东部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午后 还是有些零星的短暂雨 但下雨的范围以及影响的时间 都会比今天再更少一点 另外北部地区要注意 因为雨量减少 阳光露脸的机会高 白天的高温会比近期稍微提高一些 另外早晚低温 也会因为辐射冷却变得明显而稍微降低 整体来说日夜温差有扩大的趋势 各地都要留意早晚气温变化会比较大 早出晚归别忘了戴件外套 以免着凉 周日会有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 除了风速增强以外 雪气也有增多的趋势 领风面桃源以北 东半部地区云量也有增多的机会 并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西半部地区影响不大 普遍仍是维持多云道晴天气 中南部山区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争雨机会 类似的天气形态会持续到下周一的上半天 下周一的下半天起到下周二水气再度减少 又会逐渐恢复到各地都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下周三到四东北季风减弱 转为高压回流的偏东风环境 各地仍是稳定天气 气温则有稍微回暖的趋势 下一波东北季风南下的时间可能会在下周五左右 实际时间及影响状况人待后续追踪观察 乌拉湾台风昨天增强为墙台以后 仍在云洋活动 将开始转往东北方向逐渐加速 未来的预报变数较低 预估不会接近东亚陆地 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欧中学提供